《工业》 我家任超是一名青年硬件创客 然后我们公司是做电动滑板的 是一个非常苦、非常年轻的品牌 当时大学毕业还在实习的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在一直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代步工具 直到我的自行车在连续丢了好几次之后 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 什么样的一个代步工具可以便携 我可以随便地带上地铁公交车 最后我才萌生了一个自己创业 做电动滑板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针对的消费者 主要还是针对国外为主 然后国内为府的一个这样的市场 更多的就是在全球所有那种喜欢滑板 并且憧憬自由的来人 电动滑板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从国外传到国内的 国外市场更加辽阔更加宽广 所以开拓国外市场是实在必行的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以线下经销商为主 然后线下它的覆盖再怎么覆盖 它也是有限的 所以后面我们才蒙生了一个 做独立站自建站 那么去自己进行推广的一个原因 目前我们的独立站是电章去帮我们去搭建的 然后我们的广告有很大一部分 也是由他们去帮我们去进行投放 一个中国人去做出来的一个电动滑板产品 其实是没那么容易会被国外的用户去所接受的 社交媒体 特别是Facebook 它在全球有将近20亿的用户 并且基本上能够覆盖到我们想要的所有的用户 其实我们这时候只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关键词 然后做好相应的广告推广就可以了 我们都会通过Facebook 或者我们影视上面的一些广告 主动的一些推广 通过Facebook的后台一个广告 我们其实可以获得非常精确的一些数据 在获得一些模型 然后我们去精准地进行一些推广 把我们的视频推给有需要的人 其实它其实获得一个转化还是非常高的 很多的跨境独立站平台 在这行业也不断地创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不断提高最高价值给商家们 让出海更轻松更有效率 有些他们也包含了一些出海必有的一些营销工具和服务 店匠就是一个例子 身为Facebook的优质合作伙伴 店匠是首级家成功串接了Facebook官方商路插件 让商家们通过他们的后台 轻松设施Facebook工具 他们的团队也有一些专业营销和投放广告的一些背景 他们会积极帮商家投放Facebook广告 因为有了这一战式的体验 商家们像Xway也能够轻松和成功地打入海外市场 之前我们有遇到过一个非常喜欢玩滑板的一个参技用户 他基本上手手脚脚就只剩下一只手了 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喜欢的滑板运动 当时我们看了之后我们也觉得挺感动 而且我们就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了他一下 然后我们免费送了他一台电动滑板 当然他收到之后他也很开心 Xway这个品牌在国内的话是No.1 我可以这样说不管是销量上也好 影响力也好它是最棒的 我们努力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希望做出一个让用户觉得这个产品逼格很高 然后很好玩 性价比也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我们认为想要做一个成功的 一个自主运营的一个品牌 被国外的玩家所接受 那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东西 你不能是跟大家都是去同化的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他们主要的一些启发就是 自己就自己做出来的品牌跟产品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我们可能目前仅仅是获得海外市场的 可能十分之一不到 我们再继续成长的话 我估计我们还能有几十倍的一个成长空间 我认为发展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